老師找同學們 我們開始上課了 喬喬蜜蜜 這一季我的特別嘉賓 就不用多介紹了 他就是 詹禮品 謝謝你上臉上我的節目 尤其我知道你非常的說不了 ASMR 開始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知道你有做這個節目 我特地去看 老實說 我看了一下子還沒到一分鐘 我覺得很煩 我就換了 不用想到我今天來 竟然是這樣子講話 對 你要慢慢的進入情況 來啦不要講啦 為什麼要這樣 直接講 開 不是好了 我們拍戲要偷吃湯素 還有小小聲不要給人家聽好 對 現在竟然用聲音 你要我們享受這個過程 這是享受嗎 是 我要張開嘴巴給人家聽聲音 也要擔心那個湯會爆出來啊 你可以慢慢的咬 跟蹲進去 快快 慢慢 ASMR是要慢慢的 我印象中你好像是一直住在澳洲 我先生是澳洲 所以我是會陪他回去看家人 在那邊做太太 每天喝咖啡 拍照 很漂亮的風景 不是太太 不是太太 你也是太太啊 我是HDP太太 你也是太太嗎 可是我今天看你的風格 不像HDP太太 平時這樣很舒服嘛 新加坡又很熱 T恤 短褲就可以了 你要不我拍一點照片 放在你的Instagram 跟大家分享 我盡量 慢慢在學 最重要自己要開心 人家看得也開心 我現在有一個surprise for you 又是surprise 請你閉上眼睛 你可以看眼睛了 快點開來看 不用開就知道好像是蛋糕而已 不是非常特別的 這個是專門為你頂做的蛋糕 from Bob the Baker boy 哇 so real 蛋糕師傅非常的厲害 對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賣 Nike Sakai Woffertrip for White 對 我一直在找很久 我是說真的鞋子 是限量版 真的要吃嗎 你不捨得啊 呀 真的不捨得 通常找新妹妹的蛋糕 我都不捨不捨 我都不捨不捨 真的捨不捨 真的捨不捨 這句是怎麼唱的嗎 太陽空空起床了 空起床了 我爸我們叫老師找同學們啊 我們開始上課了 你留給觀眾的印象就是很深刻 這個名字 是怎麼來的 拍照安老師 我記得跟男性拍戲 就拿著一缸鯨魚 在一個羅里上 結果下車的時候 整個鯨魚就跳在地上 我自然而然 哎呦呦 這個骨頭長好像變成我的名字 我就習慣了 那你喜歡人家叫你成立平 還是叫愛悠悠老師 都可以 你練習這麼久了 你的獎也拿了很多 獎沒有拿到很多 只有紅星大獎 紅星大獎也舉辦了很多年 對 你對這場頒獎典禮 有什麼想法呢 你很多年沒有去參加紅星大獎 好多年了 這是我們電視台 最大的一個神殿 每一年一定要參加 一定要去support 得獎沒有得獎 都是一種鼓勵 柔衛也是一種鼓勵 對啦對啦 不過得獎最好啦 那你接下來會有什麼目標呢 現在演習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現在很有挑戰性 就是你要怎麼 魔王初衷 你要怎麼去堅持你當年的那個passion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啊 比較少人看電視節目 因為你沒有拍電視節目 現在的trend是不一樣了 挑戰來了 你要怎麼做的 讓人家看電視 然後你可以拍了一部戲 很好可以吸引到觀眾去看 那個製作呢就是真正的好戲 對 對對不對 還有就是觀眾有很多選擇 那你對這些網紅的藝人 新一代的藝人 網紅他們很特別 從這些視頻你可以看到 民間有很多高手 是 不知別人在拍自己也拍的 對 錢啊什麼都包辦一手包辦 所以現在的藝人也在做這個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你做的是什麼 和你是全職的網紅 你一定是做得非常好你focus嘛 和你是演員 你要做網紅 你在拍戲的時候 你的腦子一直是在想網上 哇我要拍什麼 我有商家給我pose啊 你這個角色是你這個人 你不是那個劇本裡面的那個人物角色 你要怎麼拍好戲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專注的拍戲 不是都一樣 因為時代不一樣 對啊 所以我們要改變 要怎麼去balance 哎呦 現在很多人都要當網紅 你只要有一台手機呢 誰都可以當網紅 所以特別感謝華為的贊助 這是華為P50 Pro 有兩個配色 Golden Black and Coco 很漂亮對不對 對 而且你看 它配備了6.6英吋 Vibrant Display 你看了 你迫不及待 還有 camera很重要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手機呢 拿在手上 像一個小巧的相機 它只有一百九十五gram 等一下要不要再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還有 OK 我最近有看到你的健身視頻 你真的有手了 健身第一次接觸 真的嗎 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 所以呢 以前呢 我是有原因的 我也愛吃 這次呢 就真正的去健身房 運動 不是因為要 瘦身還是什麼 是要給fit 對健康 對 我要講藥的 有沒有聽到聲音 你不是說要relax嗎 你好像很少跟你的老公 在timing一起出現 你以前常常跟他一起合作 對 我反而一次都沒有跟你合作 就是了 你可以常常跟他一起出現 他是我戲裡的 對 啊戲外是你的 你是不是說 很少在社交媒體出現 對 身為演員 大家都很想了解你的生活 但是社交媒體 我有一點矛盾 我以前呢 以為社交媒體是 暫時你私人的一方面 現在社交媒體也變了 對 現在看看 欸 很多真正家家 那你會不會也是更加關注 會 有時候不懂呢 就會問那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但是他們就好像我們以前 慢慢問我 欸這個video怎麼開 那個怎麼跟微信交 好了你幾百次了 為什麼每次還在問 所以他們就覺得不耐煩 不耐煩呢我就覺得很煩 很煩我就不玩了 我了解你的心情 我們現在都要花很多時間 簡直就像一個全職的工作 所以看著辦 take it easy 慢慢來 OK 不可以 take it easy 我們會被left behind left behind就追了 你不要睡著了 那你現在會不會喜歡ASMR 現在呀 我想一下 從 terrible feeling 到 terrible beauty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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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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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